星島日報 报道 星島日報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昨天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說 當疫情容許有罪服業 政府會考慮對相關處所 設附大要求 包括要求場所管理人 確保所有進入場所人士 都有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或提供詳細聯絡資料做記錄 政府也會加強檢測策略 要求處所員工必須每隔14天進行檢測 明報報道 本港劏房問題嚴重 政府計劃本立法年度 向立法會提交劏房租務管制條例草案 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 主席梁永祥接受明報訪問說 只是研究三大方向 包括規定劏房業主 需要與租客簽訂標準租約 並打離任 相信一張寫得好的標準租約 可以處理租任期交租幅度等問題 另外亦都推指引 列明劏房標準 希望未來取締不合格的劏房 同時成立資訊平台 提供各區劏房租金等的資訊 更強市場的透明度 收入 4-2-1-2-4-1-2o-3-1-32-1-3-11-1-4-2-3-1-4-6-4-1-5-4-6-5-8-6-1-6-4-in4-5-6-5-6-7-6-6-7-5-7-5-6-6-6-9-5-6-0-6-7-7-7-6-7-6-4-7-8-6-7-6-7-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